小机会抽查市售的小包装米以及散装米金件超商标示不实 连线记者杨慧文 主播各位观众 小机会检测市面上24件白米 发现24件白米当中有7件白米 不符合国家等级的标准 其中有一件是7SLED国产金学米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这段访问 它涉及到它产品上面的标示不实 那依照粮食管理法的规定 14条规定 那主管机关可以要令它限期改善 预期不改善才会处罚3万以上15万以下的法环 就是这一件7SLED国产金学米 它标示为三等米 但小机会抽策却发现它根本在三等以外 应该是列等 小机会说这涉及了标示不实 但7-11超商却表示 他们一切遵照农粮署的标准来做标示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普博 这个是被小机会抓到了 我们在超商买的一些包装米 恐怕有标示不实的问题